大家好 我是艾菲尔 本周是11月28号到12月4号的重要星象 算算日子已经到了岁末的时刻 要进不到12月 冬天来临了 天气越来越冷 那么本周的重要星象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观察一下 这周的星象跟上一周的星象 其实差别不大 还是几个重要星象仍然持续地维持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一些星象面画 要给你做提醒 那么第一个仍然是太阳进入到射手座 所以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射手座朋友 这一周仍然是你的生日月 在生日月许愿效果非常好 不管你是早一点过生日 还是晚一点过生日的射手座 都可以在这一周任何时间都可以 买一个蛋糕来庆祝自己的生日月 多买几个蛋糕都可以 反正生日月就是快快乐乐的 心情保持愉快 正能量就会不断地发生 那么第二个双方星象就是如上周一样 是火星跟海王星形成的逆行的状况 而且并且有90度的刻象 但比较重要的是 这一周的火星的逆行 其实是落在双子座 那么海王星逆行是落在双鱼座 所以对于这个火星在双子座逆行 特别要注意口舌的问题 我们讲话的时候 能够经过头脑是最好 千万不要口无遮拦 这个缩三道是 有可能会发生扩从口出的现象 那么火星跟海王星的逆行 也代表说欺骗的问题会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互动上面 人际关系的互动上面 跟感情关系的互动上面 千万不要就是信口开河 有时候开出的一些支票 没有办法兑现 就变成空投支票 也会影响到你的诚信问题 那么第三个是这个金星跟火星 形成了180度的对冲现象 这是这一周的新的形象角度 这个金星跟火星的 这个180度的一个对冲现象 会导致一些爱情的一些纷扰 情感的部分的相处 变得比较不容易 特别一些这个情人 如果说你是在恋情的一些 初期的发展 其实就是要多一点甜蜜 少一点争执 所以我们奉勤 奉劝所有的恋爱的朋友们 或夫妻朋友们 在你的处理感情关系的时候 多一点担心 少一点这种火爆的一些冲突 以免得让爱情破局了 那么讲完了重要性向以后 我们来关心一下 12星座朋友在这一周 会有哪些好事跟坏事的事情 请我们提前做提醒 第一个母羊座的朋友 要注意口角风波越演越烈 特别提醒在讲话的部分 要近人三分 千万不要把话说得非常的满 那么这种攻击性的言语 是越少越好 赞美性的言语要越多越好 对母羊座的朋友是开运的一个提醒 金牛座的朋友 则会引起激情的桃花 干财烈火的一些情侣互动 跟夫妻感情关系非常的不错 那么金牛座大家都知道 它是非常浪漫的星座 而且是一个欲望强烈的星座 如果说你的伴侣是金牛座的话 多给他一些肌肤上的一些互动 他会觉得更爱你 双子座的朋友则会发生 这个买高卖低的一些现象 会造成理财的损失 所以双子座的朋友理财要特别小心 巨蟹座的朋友则是进入到 生涯规划另辟途径 所以这个另辟途径的一些生涯规划 包含哪些呢 包含住宅 包含工作 甚至包含婚姻跟感情 都会有一些变动 那么四座的朋友则是 劳逸结合 享受人生 享受人生不能够完全的安逸 也要有适度的一些工作了 所以工作也要重视 你的一些休闲也要重视 才能够幸福地享受人生 村女做朋友则是要关心长辈健康 让你特别忧心 其实进入到冬天 长辈的一个健康明显会比较虚弱 有些长辈会有一些气喘的问题 心血管的问题 高血压的问题 或说你怕他跌倒的问题 这都是做子女 做晚辈要特别照顾长辈健康 天秤座朋友是桃花虽然比较多 但是感觉并不靠谱 天秤座可能会有一点稍稍的失望 天蝎座朋友则是 投资赚钱想要买房产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说 你是天蝎座朋友 进入到冬天 或者是明年要展望新局的时候 可以加紧地看房买房 可能会有一些找到低点的可能性 射手座的朋友建议你要专注 梦想努力实现 摩羯座的朋友则建议你要妥善地去计划 赚得财富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则是家庭事业 要另起如照 这个八个字可能会让水瓶座有点伤心难过 另起如照就是要改成坏面 要重新开始 那么家庭跟事业就是会有一些变动了 可能要找新工作 有可能要搬家 或者是家庭会有些适合的状况 特别提醒 来双鱼座朋友则是名声响亮 赢得尊重 那么双鱼座朋友感觉到运势非常强劲 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12星座运势 跟重要星相提醒 给你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